有文化部指导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的 2021花东原创生活节 以小镇星期八为策展主题 主活动邀请花东五位艺术家带来生活PLUS展 透过开放工作室的方式将创作带进小镇生活 而几日期展出至11月23日 欢迎前往花创园区第六、第七栋参观西场 文化部指导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 2021花东原创生活节 以小镇星期八为核心 9月才以主题次级暖身登场 接着以生活PLUS展 邀请花东五位艺术家提前进驻花灵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第六、第七栋 以开放工作室的方式 让民众提前看见艺术家的创作布展过程 就以怀为精神去做了这一次人体的策展 然后我们希望在这个花刀原创园区里面创作有不存在的小镇 然后如果一个礼拜你多了一天 你会想要怎么去玩它去享受它 或者是荒废它 就是这五位杰出的创作者跟社长人 会跟参与的民众有一些对话 那这个名字也很特别 小镇星期八 那他我想他的原因就是希望大家都来花脸这边 来参与这个活动 多了一天 我们希望也不止多一天 多好几天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 五位艺术家 陈淑燕以纤维艺术、卢构树、树皮等 创作日常之外的神秘感动 无质疑则是将阿嬷的乐视 转成尸体故事和作品 长居台东的香港人夜海地 展出压克力画布作品 艺术者的日常 台东阿美族拉斐哨马 视觉与嗅觉打造的墓本空间 则以台东漂流墓进行雕塑 而陶维军花创有点熟 则透过录音记录 从县陵禁园区六位长辈的生活点滴 我们邀请了民众经过的时候 可以来参与艺术家布展的过程 来参与他们的生活 那就是我们其实希望艺术家来这个小镇 扮演他们作为美学 或者是一个艺术的传递的角色 那我们布展其实也看到很多民众 从来跟他们互动或问题 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展 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也因为在这样的过程中 我们了解的其实民众是很需要被召唤的 所以我们就在展场的一个空间里面布了一个小镇提案所 我们希望让大家看完展之后 或者针对小镇心底八 如果你的生活多了一天 有了不存在的空间 你会想要做什么 展场和规划小镇提案所 邀请民众分享一周多出一天 会有什么样的规划 生活plus展 节日期展出至11月23日 更多活动详情 可搜寻脸书粉丝页 华东原创生活节 华联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记得蒋帮燕华联士报导